欢迎欢迎啊 今天开场就炸烈啊 鬼子要进村了 全世界屏住呼吸 都在看小乙望 拉法这个坑里跳呢啊 小乙把所有坦克 已经集结完事了 轰炸第一波也完事了 现在地面部队 跃跃意识 开始往下布施了 全世界都等着 犹太往拉法的坑里跳呢 老美一下气急败坏 想把自己摘出去 老美的大黑胖子 国防部长直接说 有一批武器必须要停运 禁止通向以色列 现在老美想把自己 往处摘呢 犹太往里咳 老美想摘除对犹太 但是咋摘都摘不干净了 没有用了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从这方面看 这个大坑小乙肯定得跳 现在整个世界 不管是舆论 不管是国家 政治外交 所有人全在看 小乙怎么往里跳 感谢都是人 刷跑出热队 以前七哥说过 小乙做的不够多 所以说呢 小乙又犯了一个 重大的战略策务 小乙 我还是那句话 看家就没有战略 玩战略的人 都他妈是小聪明 他他妈的选了一个 最不应该往里跳的地方 那跳里还他妈是被暴打 而且他这种种族屠杀 接下来会大面积被揭露 所以说小乙这一脚迈进 一旦迈进拉法 基本上要凉 没有任何回头路 所以说呢 小乙现在老美就想怎么 跟小乙脱关系 说这 我跟你扯 这是你打拉法 我不给你武器 怎么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一旦他跳去 老美被迫也得给他援助 我就告诉你一点 这才是中俄一大三角等的 这才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等的这一天 所以说呢 小乙看来老美依然给他压住 伊朗那头他不敢动 最后动的拉法 所以说呢 小乙其实最好的面就是干伊朗 所以说他妹 他现在被伊朗一顿大导弹 搂完了之后 竟然奔着拉法去了 这是他妈一个战略误判 接一个战略误判 最后跳他妈这肉虎 这个火坑 所以说呢 中法联合声明已经说了 按照1967年的两国方案 所以说小乙明显的 咱别说小乙咋的 小乙现在肯定是立棍了 在整个以色列的问题上 小乙的战略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 这就是中法两家的联合声明 所以说已经在这摆着了 所以说老美一看大事不好 想他妈脱离 感谢贝律的春天妹妹 感谢感谢感谢 对所以说呢 他现在就是老灯 有一条腿 已经被内塔尼亚湖 给拽到拉法了 另一条腿 老昂萨人还在挣扎 但犹太人肯定有办法 要不然不会这么干的 所以说呢 昂萨这一波必须两条腿 都给他插到拉法这块 都给他插到中东这块 这他妈是内塔必须颁奖状 你能不能七哥说的吧 早就说了 只有内塔能这么 不断的戏耍昂萨人 那泽林斯基他们是办不到的 谁也办不到 只有内塔能办到 所以说呢 内塔往这一边去 之前制造了大量的舆论 舆论造假 所有的舆论造假 完了 离间沙特 以哈马斯 完了又是 一谈判说 哈马斯又停战了 哈马斯同意了 哈马斯投降了 哈马斯服软了 所有的一切 都是之前制造的舆论战 哈马斯压根就没说过停战 这俩字 哈马斯提出的条件 是小乙根本接受不了的 本来内塔 还想 还想暂时不这么干 不脅迫老美 马上下去 但是哈马斯提的条件 就两 就是1967年两国方案 唠别的没有用 而且换人质这块 也是贼狠的 一个人换50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大家要明白 他的舆论造势完了之后 最后 坦克部队 各方面地面部队 开始复制当时地面部队 进攻加杀 记住七哥那句话 还是复制当时 当时进攻加杀 整个以色列的精卫旅 全被哈马斯打残 这次到拉法 也他妈一样 还是一样 而且哈马斯的战略纵深 更他妈长了 从他妈下 从拉法一直到上边 上边还有 整个黎巴嫩珍珠党 5月8号 对离避边境的 以色列基地 大规模袭击 导弹干了一百多枚 以色列有巨大伤亡 这是以色列媒体爆的 所以说 从这个极点来看 那他妈来了 上道了 小乙没招了 他必须往那火坑里跳 要不然 他也是个杀 所以说你从这个战略方针来看 从这个两国方案 这个基础来看 小乙还是七哥那句话 阳谋误解 他没有后路 所以说必须给内塔搬件状 所以说 以军一旦进去 老美为啥现在极力的 一边他妈受犹太控制 通过犹太法案 又又抓大学生 一边他妈又禁止给以色列武器 这哪有想脱离 这就是昂萨人被犹太人 揉炼的结果 表面 表面跟犹太人玩点强硬 犹太人一个大嘴巴巴 他他妈又老是 现在的老美这种心情 是极其纠结 被犹太已经揉炼的 不能不能的了 我就可以这么说 你又还是提到那句话 老美根本没有独立自主 从这方面来看 所以说 他现在的主体 这咋的 他现在自己就是 自己恨铁不成钢 摆脱不了犹太 老美的昂萨人的 魂魄灵魂 已经被犹太拿走了 他他妈一点招没有了 一边他妈不得不 服从人家犹太 一边还跟犹太 降个嘴 降完嘴一顿揍 揍完了还得服从 现在昂萨人就这种心态 所以说不管咋说 不管咋说 他一旦跳进拉法 这个就来了 现在公之二狗 又开吹牛逼了 又替他犹太爹装逼了 哎呀 哈马斯要完了 进过来 你这帮散炮 你他妈哈马斯完了 不早完了 给加沙上边就完了 他妈几万大部队 他妈精锐旅进去 都没可明白 最后被打残了 现在跑拉法就完了 所以说呢 近期所有的报道 你主要是 以军报道的 拉法的情况 百分之百 是他妈假的 我跟你说 他跟哈马斯打仗 所以说 还是七个那句话 大家都预料他 等着他 从伊朗 从伊朗导弹 干完以色列之后 整个东东 就开始布局了 沙漠里边 还是七个那句话 想捡到啥武器 就能捡到啥武器了 都知道 以色列的下一步 整个战略方天了 二一个伊朗明的 当他们全球 打二百多枚导弹 老美一个屁 没敢放 以色列拿三架 小无人机 回击了一下子 大家都看出来了 犹太跟昂萨 是个怂祸 所以说呢 伊朗这波打对 以色列的几百枚导弹 的打击是影响巨大的 所以说呢 他小语 一旦跳进拉法 那接下来对他圈踢啊 或者不管怎么玩啊 他跟昂萨怎么做呀 但这个前提是啥呢 中东的升级战 这就是联合绞杀 联合绞杀必须在这 因为现在国际关系 不管是联合国 不管是各个国家 现在整个非西方国家 已经对他谴责了 西方大国里边 法国已经单独站出来了 已经单独把以色列 滴了出来 明白法国滴了以色列 啥意思 法国跟咱家签的联合声明 这不是说光面的问题 法国要立棍 法国要告诉昂萨 你儿子 这是你爹 以色列 搞种族屠杀 我他妈要玩正义 我要跟东方一起 发这个联合声明 你他妈有能耐 你他妈帮你 把你这个爹 你给我摁住 没能耐 你帮你这个爹下场 欧洲的事 你别他妈管了 所以说 从这个战略层面来分析 小法这一波操作非常及时 马克龙这波操作太及时了 而且晚他妈两天都不行 因为啥 拉法已经开壳了 已经接下来 已经开干了 所以说呢 小法这波立棍了 确实是东方把它抬下来的 这个不用想 所以说从这个 现在就是啥呢 西方内部的 西方内部的矛盾 已经公开了 美国下边的西方内部 跟咱家签个联合声明 而且是西方大国 主要大国 法国 这个对老美的打击非常大 所以说今天老美将 拜登先提出了 啊 我不能给你武器 你要打拉法 完了 国防部长奥胖嘛 又出来了 奥胖前一些日子 差点没样 他妈那 有犹太复国主义吓死 这两天刚缓过来 这是拜登逼着他发布的 我就告诉你 明天后天 他就得老是 老美必须得老是 你记住七哥的句话 因为犹太法案 一通过就代表 阿朗萨已经 他妈的不行了 他是必须受 犹太控制的 他想把犹太抬出来 抬不出来 抬不出来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 七哥奥你们 他们已经气息败坏了 所以说那一趟 必须颁奖状 那一趟 必须把老美 榨干为止 所以说烙别没有用 完了 今天啊 今天还有一个 重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三个大老娘们 集体对咱家 说说啥 集体对咱家 新能源禁运 第一大老娘们 欧盟主席 冯德莱恩 第二 德国那个外长 第三 美国那个雷蒙多 啥个大老娘们 集体这仨家 我是沟通好了 是不是 所有的东西 全指下了一点 新能源 所以说那新能源 战略牛不牛逼吧 你就现在看看啊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啊 对 欧盟咱冯姐 对 冯德莱恩 咱冯姐 三个大老娘 我操 新能源 牛不牛逼 现在就知道了啊 让他们全部 没 不是 冯德莱恩 跟那个德国 那个跳绳 挺大屁股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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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 美狗 德国第一大美狗 德国的 德国的防长 欧洲的第一大美狗 冯德莱恩 探量 明白不了 所以说呢 打怕是小法 见咱家的时候 冯德莱恩 也在旁边 小法 去年来咱家的时候 呃 马克虫 就是啥呢 马克虫 老美给马克虫 安排了一个 梗屁虫 就是你 摆脱不了 就是 你永远 摆脱不了 以前 以前老美是 监听 默克尔 跟马克龙 探量 监听 棱静门 事件嘛 就是 董王说了 马克龙 干什么事 我都知道 这是董王 当时说的 24小时 监听 多吓人 现在 监听 不了了 咋整 我你妈 我给你派一个 跟屁虫 走哪跟哪 欧盟 那个主席 听的官挺大 其实 没什么 啥作用 这就是 老美 整的狗 这就是 老美 整的狗 去年来咱家 跟过来了 自个做民航 买票来 今年咱家去 咱们跟 马克龙 谈判 戴高龙 谈判的 他旁边 在跟他听 他是干啥 没狗 他是 所以说 最后给他 摆脱了 摆脱了好几回 我跟你说 欧洲的领导人 你现在想想 多闹 听 这是法国 这不是一般的国家 这不是一般的国家 法国 以前老美 给他 派个跟屁 走哪跟 主要跟咱家 有关系的事 必须跟着 一个都不 你俩说啥 你俩落啥呢 你俩落啥呢 所以说 你看 现在老美 安插这几个老娘 确实是 都 挺硬 直接就是 天天出卖自己 欧洲利益 冯德莱 这无所谓了 除了他之外 参加全美国人 那我给这摆 他存不存大门口 倒是 德国那个 跳绳的 跳蹦旁的呢 那大老娘们 存属是出卖德国的 给舒尔茨整的 谁 不是 德国那个 不知道的 以为他是 他妈德国总理的 真的 舒尔茨 你没看吗 都没有啥消息 到咱家脱孤 完了回来 也没啥消息 基本上 不知声 德国的往外说话的 全是美国那个 大美狗 全是那外长 全是他 不知道怎么 以为他掌控了德国呢 所以说 德国这片 这块还是必须 以经济为主 小法是以 以独立自主为主 这两方面 给他们拱火 但是不管咋看啊 不管咋看 整体的 老美的整个 总体的战略 垮台不在欧洲 就现在 他还是在内坛的一块 就是在中东 就是在内坛 所以说现在 大家都在效仿 内坛 就这个内坛 这个非是在美国来说 在美国霸权 这么多年来说 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 就是他能反咬老美 他能把自己咬的钩 给老美挂上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说现在 菲律宾就是这么学的 菲律宾 虽然不咋之声 但是他学的是 头头是道 他们都天天学内坛 感谢戴高龙刷穿运线 七哥告诉你们 为啥这么学呢 菲律宾整了一百多艘渔船 跑到那块 玩去了 给南海这块啊 开始了 蹬鼻子上脸了 咱家这块不也说了 他撕毁这个军子协定了吗 所有的 老美现在拱着火 想收割 整个东盟也好 收割日韩也好 咱现在咱话签扔这 就是他 现在咱家 为他做的所有东西 咱家把舆论宣传的 所有方面 基本上都照这个路子来着 所以说 这货肯定接下来也咬钩 他现在已经咬钩了 这货又咬钩了 跟他妈当时那小椅似的 所以说他咬钩了之后 最后也是一个下场吗 还是七哥那句话 因为这块 你没法不杀鸡净手 你没办法不杀鸡净手 所以说 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那个小岛的事 咱即使现在就让给他 给他 他还是咬你 因为他是美狗 他只是找个地方借助这个话题 他跟那个岛没关系 他只是跟美国承担那个狗的角色 完了 你回头好拉老美 拉老美得到更多利益 所以说 现在他在学内塔 明白不 跟那个没有关系 跟那个地方有多大个小岛 那些东西都没有关系 所以说 你必须得杀鸡净猴才能消停 要不然这块是你是解决不了的 从哪方面看都解决不了的 所以说 这个就得等接下来 这个就得等接下来了 整大地来了 全部定完形了 所以说 大地这块今天整个情分 大地直接说了 核武器演习没什么 大地那表情那个态度一看就着笑 核武器演习有什么大不了 直接这么说 很正常 大地他们在边境直接干核武演习 这就是对北约的一个震慑 就是在欧战开启之前玩个震慑 大家 所以说这个东西 大地说的明明 嘎嘎明确 所以说大地也知道你们部队都来了 都来了 我都偷偷摸摸往这运输武器 那我这块也下一步 也就是奥德萨哈尔科夫 来吧就干就完了 所以说 这只是一个威慑 并不是要放这个东西 但是 还是那句话 永远不可能说 光排除战术核武器这个东西 战术核武器是排除不了的 但是不管怎么玩 这接下来俄罗斯前线 60到将近100万 100万的部队 接下来全投入进去 整个这三线 上路中路下路 再配合整个陆军这个打法 那是一定是他妈得往里下的 所以说呢 欧洲这块 你就你想都不用想 俄罗斯已经做好了一系列的准备 等这个阅兵完事了之后 阅兵完事了 直接来咱家 启程 启程地战 接下来大地这个开壳 所以说这一块 不管是 老美这个前到没到位呢 现在呢 现在那个都报到 乌军这块全撤了 也就等待基辅的武器援助接来两周内 在两到三周内全部到齐 美西方的武器全部用过来 因为法案已经通过了 所以说再等这一波加美西方的炮灰 也部署到前线 炮灰来了 武器来了 钱也来了 这回大地是真正面对的北约集团 这个战争的层次和意义啊 意义它是上了一个台阶 就是加码 加到了另一个加码 就是虽然不宣战 但也是层层加码呢 上了一个台阶 这个台阶就是俄军与北约 说白了 就是欧战 但是说欧战有点大 咱不如说东欧 东欧升级战 东欧大战 所以说呢 现在美军已经入驻 整个波兰 完了呢 还扬言给波兰部署后期 完了 德军入驻了立陶宛 立陶宛跟波罗的海三赏 接下来 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在防线上 整个地缘防线上 北约基本上都部署完了 而且他们现在又开展了一个军事演习 所以说呢 在演习完之后 他们之前演习就到五月份 演习完之后 大家肯定得开low 所以说呢 这个low的程度多大 大地以怎么方式玩 那个东西得来完咱家 之后才能求定 但是还是七个那句话 这头熊已经被唤醒了 他们是不可能打败他的 从哪方面看到一样 所以说呢 萨勒曼被刺烧 那是他妈多少年前的假新闻了 昨天萨勒曼都公开 除了说以色列的事了 没有的事 别老看假新闻 天天上这问来了 兄弟们啊 好吧 那什么 没有啊 没有的事 缅甸那个也没有的事啊 缅甸的也没有的事 别上我这问来了啊 那都没有的事啊 就就就一天 他妈就就整个假假新闻 没有用啊 对 咱得咱得老真实的 是不是 咱们咱不能天天 报假假新闻呢 对 这种都是假的 最近你妈舆论战干懵了 两边放放他妈假消息 最近舆论战干懵了 刚才就是我七个刚在直播之前 还刷到一个所谓的军事专家 还说啊 哈马斯已经同意签订停战 以色列又进攻拉法 这第一句话开头就错了 就军事专家 都拿着以色列报道的假新闻 还跟那讲呢 对 他们也分不清真假 别拿他们的当着很牛逼的事 要一样子 啊 对 因为哈马斯从来没主动说过 我他妈要停战 这他妈是以色列说的 以色列说哈马斯说的 他妈不是哈马斯说的 明白不 对 是以色列说哈马斯说的 不是哈马斯自己说的 这一天都把整部明白了 对 都是他们 拿着以色列媒体报道的 都是这 对 哈马斯啥时候说的 哈马斯昨天又发言了 哈马斯领导人发言了 说以色列 以军进入拉法 有去无回 必须干到底 不可能投降的是 哇 那他妈 那 就这 就这种事 他妈还用我天天解释个灯 解释啊 就是 犹太人的 昂萨人的 媒体 说的 中东的视线 百分之一百多 他妈假的 完事了 主要说哈马斯的 没他妈真的 说卡塔尔的 说沙特的 没有真的 因为他们搞 离间计 在舆论上 感觉自己是碾压的 态势实际上是被迫 跳入拉法这个坑 感谢李世民 刷穿件 以色列 但凡有点能力 之前 地面部队就不会撤出来 就直接把哈马斯 绞杀得了吧 你他妈 偏偏上拉法 干你奶的哨子 那个一百五十万 老百姓啊 啊 你非得 他妈站在人类的 对立面 让世界 捏死你吗 他是没招 他他妈但凡能打过 他跑那干你奶的哨子 就这么明摆的事吗 对呀 对呀 所以说就让他往那坑里跳 就让他没招 就让他挣脱不了吗 对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东西 他不就在这摆着 所以说呢 对 就让他这么干 你他妈干平民 你就来吧 现在我 昨天对对 拉法的百姓 呃 采访 因为有一些小孩 小孩说我们坚决不不走 我们坚决要战斗到到底 所以说他都给打上哈马斯的头衔了 你知道以色列的国防大臣发了一个推特给谁打上哈马斯了吗 今天拜登不说暂停以色列的援助吗 他直接说哈马斯等于拜登 就是在以色列眼里 除了犹太人 其他人类都叫哈马斯 对 现在他不就是疯狂的这种程度了吗 拜登也是哈马斯啊 现在给拜登都整成哈马斯 就是在他眼里 就是除了他自己 全是哈马斯 所以说呢 对霍师傅七百块 就这么整 就让他这么往里跳 所以说呢 就是接下来咱们要做啥 咱家要做啥 两强要做啥 大三角要做啥 继续给以色列完全施压 继续围绕四周揍他 为啥呀 不能让老美在这波里边跟犹太脱干关系 那是不行的 那是不行的 美国内部有两个犹太 一个是犹太复国主义 一个是站在美国立场的犹太 就像布林肯 沙利文他妈 这也是犹太 但他们确实是站到大国博弈的这个立场的 不想看到那塔捉 捉完了最后 整整废了 所以说他们这帮犹太是想跟以色列玩切割的 但他切割不了的原因是啥 背后的犹太复国主义 说白了 那帮家伙比他们齐特勒都狠 所以说在这呢 所以说呢 就是不能让他们切割 必须犹太怎么做 怎么搞种族屠杀 必须美国是以帮兄弟角色 明白切割这句话吗 你老美必须是帮兄弟角色 你不能脱离这个事实 你一旦搞切割 那你老美啊 你他妈还有点良心 那么整可不行 兄弟们明白吧 老美要切割的原因 并不是他不想当帮兄 而是老美内部大选 而是他国力下退 而是他认为在中东赢不了 这是主因 所以说呢 无论如何 不能让老美在中东跟犹太切割 他们也切割不了 这个事他也切割不了 所以说呢 还是那句话 七哥用八个字形容当时 公旗必旧 阳谋无解 我阳谋无解提出了到现在都几个月了 兄弟们 快半年了吧 你们认为老美解了吗 你们没回想一下这句话吗 分量多他妈足 这是七哥吹牛逼吗 啊 姐妹解吧 姐妹解这么长时间了半年 不但没解 现在阳萨跟犹太已经干成这个干冒烟了 狗咬狗一嘴毛了 姐妹解 啊 到沙特呢 七下中东哪个他解了 请问哪个他解了 中东从伊沙中东大团结开始 布林肯 沙利文 拜登亲自上中东 哪个他解了 到现在没解了 那他还往他妈拉法的火坑里跳 全世界都屏不呼吸 就看着个傻逼往里跳呢 老美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 是不是 现在回头看看杨谋无解牛逼不这四个字 啊 两国方案 杨谋无解 两国方案 公期必就杨谋无解 这三家 啊 这不是无敌了吗 你你他妈谁他妈说的 这他妈明老美明知道咋回事 老美明知道咋回事 啥都知道 但他全玩砸了 杨谋是啥意思 老美知道了 刚开始他不知道 后期他知道的这个中东这个局势是咋回事了 对 啥都明白了 背后的力量啊 啥都明白了 因为啥给联合国的咳半年了 哐哐咳 啥都明白了 这是杨谋 他懂了 但是呢 就是啥都给你摆明白 你就是解不了 你就是 无解 这这就是整个战略方针 就牛逼他牛逼在这 所以说老美他陷入这两线 包括乌东这块 东欧这块 这两线都是杨谋无解 都是杨谋无解 能解不就是啊 不断的消耗你老美自己的国力 让完了 让你老美不断的站在人类的对立面 不断的削弱你的整个威慑力 整个全球的霸权体系 对 乌克兰那边也一样 把我还是清个那句话 把小法低了出来 并不是说的 让小法不跟俄军干 错了 错了错了 小法低了出的是啥呢 是让他以单独的态度 跟俄 顶住俄军 是 让他排除在北约老美那个体系之外 他自己 这么干 他才能上排桌 小法不顶 不上前线顶俄军 他上不了排桌 他去老美 单两 两个体系上 明白吗 东欧那都是老美的狗 都是梅英的狗 老美的体系 跟小法的体系 小法在这波里边 是中立的体系 明白吗 所以说呢 老美在这两个体系 他是除不来的 这就是七哥说的啥呢 不是不干 他不干能行吗 不干怎么谈呢 所以说 从这方面看 小法这波 这波利棍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是七哥那句话吗 就是啥呢 慢慢慢慢 给小法单独摘出来 就是 现在啥呢 美俄 欧 法 对了 以这个来 以这个来 欧是欧 法是法 美是美 哎 这么就好玩了 这么就好玩了 前线打的过程当中 好与坏 小法都有发言权 他都有一个中立态度 或者他都有剔除老美 在欧洲的 话是人的这个权利 一点点来 虽然很难 但是小法能走出这一步 就问题不大 所以说这个中法的联合声明 影响巨大 影响巨大 对 所以说呢 嗯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从这方面看 中法 两家 哎 就是美法 美法两家的 他俩是啥呢 名义上 共同的价值观 但是法国一直受美国戏爽 这么多年 但是法国有一个 跟俄罗斯差不多的一个观点 我你看一下 小法 小法 你们看这块好像美国 我告诉你 四周全驻着美国军队 小法早就被老美包围了 老美玩小法那套一样 小法的舆论战 内部洗脑 早就被昂萨跟犹太给后边整了 小法四周也是驻着美国的军队 对 也是美国包围的 但是法国境内没有美军 俄罗斯四周也是 咱家四周也是 所以说你看这关系 伊朗四周也是 对 所以说呢 你要看 你要看那个点是啥呢 中法的关系 首先一点 没有地缘冲 明白吧 咱家也不强势到非洲 跟他掀桌子 咱家是咋的呢 扶持他最后 能成为一级 明白吧 没有地缘冲突 这是小法师知道的 地缘冲突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中法的关系 要高于法俄跟美法的关系 你要明白啊 那俄法的关系呢 他俩 法国一旦成多极化的一级 他就是跟俄国俩搞平衡的 相对对立 对立的局面 他俩是永远都好不了的 不管啥时候 对 但要美法的关系呢 那就更完了 美国是没拿他当人 直接就想压制他 完了利用其他欧盟国家 来牵制法国 这么一看 中法关系 是最容易达成一个战略最高水平的 要远远超于美法跟俄法的关系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所以说呢 从这个战略方针去看 咱家就这波釜底抽薪 去年给他高山流水 今年让独立自主 这些所有东西 就应该这么做的 从地缘 从大国 从二战后 从冷战 就所有的法国的整个 整个的 跟美西方的这种纠结 跟苏联的 跟俄罗斯 他注定 他会跟咱家 整战略方面 走到一起 你就不用想的事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不管咋说 他 还是提过那句话 他想战 他想在 欧洲 出人头地 想完成独立自主 只有网出宅 法国走的路 我说不对 你们还不信 为啥不对 因为他只有经济 跟咱家完全协作 法国才能起来 法国之前在欧盟里边 经济方面是行 占了不少红利 但是以现在这个欧盟 组建欧洲联军 这四个字 七哥告诉你 不可能 因为欧洲已经脑死亡了 这个大脑里边 唯一的活跃的 就是法国 其余都死了 欧洲怎么玩 欧盟要瘦身 要不然 瘦身 必须把东欧那些美狗 给他剃除出去 因为美俄的争端 就是他们几个 就是他们几个 波罗的海三傻加波兰 这几帮玩意儿 对 东欧的 前苏联势力范围的那种 美俄的争端 大战也是在东欧 最后 把他们瘦身 踢出去 你才能摘出去 要不然 你摘不了 他们只要在欧盟一天 你就好不了 完了 他还是美国的狗腿呢 要不然 法国就单独出来 单独出来 自个儿出来 你搞自个儿的 不要搞整个联防的军 欧洲联防的军 联不到一起的 还是那句话 就是老美 现在对于法国来说 他俩来说 你让那帮小B仔子 在他俩之间选择一个 没人会选择法国 这个没毛病 肯定会选老美的 没人会选法 所以说法国怎么 陈伯的喊都没有用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推动欧战 只有欧战 能解决这个事 所以说法国 要派法军到前线 已经在那开战了 乌军战败之后 不是停战 而是更大的升级 法国必须要 把他们 拢到这里边 最后全部打盘 包括他自己 包括老美上前线 包括波兰他们 包括俄军的 全部绑在这 所以说 如果说打个半了 科技的 谁也分不出胜负 就这么完了 那法国废了 明白不 所以说呢 中法家的战略 是一样的 就是继续 你们得升级 得磕 必须得磕出个结果来 磕出个结果来 老美 霸权 岌岌可危 小法 直接立棍 东欧 你妈 少个你给我滚出去 东欧 直接跟大地 做个交换 东欧的地方 直接把他们 剃出去 不要你了 你这帮狗子 剩下这个大地 你们愿咋玩咋玩 你们前苏联的 你愿咋玩咋玩 直接小法 经营这个地方 南欧 中欧 加西班牙 这个地方 完了 跟小德实行 战略平衡 对 如果说老美 北约占优势 那北约也占不了优势 咱家还是那句话 明确告小法 你们占不了优势 所以说呢 说白了 中法两家 拱火 拱美俄 必须干 法国实际上就是拱火 乌军战败了 法国实际上拱火 他自个儿要派他妈的 法国军队上去 他不就是拱火 他就是给老美上眼药 老美 乌克兰 你儿子败了 你泽连斯基败了 你不敢干了 你不干 我上了 我可不以你北约的名义 我法军上了 对 老美一看 你上能行吗 那我他妈算啥 滚嘟的 北约 我上 肯定的 老美要不上 法国成为华世人了 老美必须上 那上吧 你俩咳吧 美俄咳 实际上不就是美俄干吗 俄乌也是美俄干的 对啊 你帮不帮 所以说这不是拱火 这个战略方针跟咱家是一样的 咱家很简单一个道理啊 美俄欧都绑在东欧啊 咋玩咋赢的玩意了 也是个阳谋啊 但你们可以绑着 但我有个底线 俄罗斯不能败 剩下咋玩都行 随便干 但我也没说让他赢啊 不能败 你要听明白了 不能败 不是让他赢 对 你们就玩 乐咋玩咋玩 在玩的过程当中 咱家加强与小法的经济协作 小法逐渐实行战略自主 因为啥呢 这个在升级小炮战的过程当中 很难 极其难受的 老美 因为老美还有中东呢 两线战场呢 所以说小法这边拱着老美 那边跟咱家发表联合声明 直接把以色列给踢出外边 直接告他 1967年两国方案 小法也是两手操作 两手操作 但实际上深层次的问题 还是几个例子 中法的战略 相似 法国想独立自主 跟咱家又没有地缘危机 那咱家就支持他 就完了 因为小法 他再牛逼 他永远威慑不到咱家 明白吗 大地会不会生气 啥玩意大地会不会生气 大地就攻城吹雪 大地停不下来 跟那个没关系 大地也想给前面干 他不干他也干不 地缘危机 他更严重 所以说呢 从法国扬言到派兵 到俄军前线那一刻 法国就是想 完成独立自主 说白了 就是给老美上一样 所以说呢 这方面咱家做的 这方面咱家到小法 联合声明确实是到位 所以说这一步 基本上布局扑完了 剩下他们就捉去 咋来 你这咋吧 咋来吧 你们就干你们的吧 这就是整个主体战争 中东那边不用咱们 做啥事 咱们就关键时刻 出来说一句 你们可以玩 到最后 1967年两国方案 对就完事了 咱这话一说 那他 心脏就咯噔下了 说一回他咯噔下了 说一回他 他跳下坑 说一回跳下坑 说完回头就 骂他 骂老登下 回头就干往撒下 对 那肯定的 那没招啊 又没有这个 1967年 他妈早打完了 那就打输了 他也能编个理由 说赢了 完事了 对啊 这你咋整 也不行啊 所以说咱们这一说 那咋整个 那咋整个 干啥呀 狗咬狗一嘴毛 干去吧 对 所以说哈马 不是哈马斯的事 中东 你们还没明白 我为啥 俄乌的时候 七哥有几回讲乌克兰 我一直讲 美俄博弈 中东 我很少讲哈马斯的 我都讲 讲其他抵抗制服 我讲大博博弈 现在我跟你说 中东就是跟哈马斯 以色列没关系 他俩的命运 不在他俩手中 他俩的命运 取决于背后的力量 就你某一方 想跪都不好使得 关键时刻 本来也不是他俩的事啊 对他们 跟他们没关系 他肯定是 大队后边的势力呀 这东西给这摆着呢 我现在说 让你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我让你 我支持你建国 以前你是不可能的 现在是有大国在后边 所以说 这东西不是 你自个儿 你想建国建国 你伊朗说 谁说 这事情也不好使 只有东方说好使 这不是取决于他们的 小崽子们 没有能力 左右这个东西 内塔今天感觉挺狂 可挺能捉炸地的 他是被他妈围到墙角 没招 他但凡呢 他也不能往这个坑火坑里跳 他是没招束手无策 天天跟俳赛人 撒泼打滚 因为 为啥没招啊 六七年两国方案吗 这个他妈等于 交腔投降 彻底完了 就等于 他以前 在中东 是个刺猬 得谁扎谁 谁也不敢吱声 1967年的两国方案 就等于把他那个刺猬 那个刺全拔光了 剩个肉球子了 得谁谁揍一样 那哪行啊 那跟死了没啥区别啊 对 这个他 他剩个肉球子完了 所以说呢 他必须还得当刺头 就是杀了为止 没招 他是没法承认的 哪怕你暂时 你以色列低头了 妥协了 说哈马斯这块要求 你们暂时达成了 听说协议 听好了 那是暂时 因为结果是两国方案 那只是暂时 你以色列什么装备啊 哈马斯又提供装备 过两天又揍你 过两天又揍你了 他这个东西是停不了 他不像朝鲜那个停战 当年朝鲜战争 因为本身那个线 他就有条线嘛 三八线最早的 对 他本身有条线 他俩 他俩的线 他妈给1967年 按照那条线整 东耶路撒冷 还在整首都 他俩没有这个 就是前 在这个基础上 没有停战的任何理由 没有 因为这个也不听你俩的 背后的势力 对 所以这个你要明白 就是你俩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东西 二一个 咱家到中东是干啥去了 主持正义 我解放巴勒斯坦人民 之后我要重建加沙 重建叙利亚 我 我以一个大国的姿态 来主持这个正义 得按照那个路线走 把他们 受你们封锁几十年来的 加沙的百姓 解脱出来 进联合国安理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 会员国只是第一步 对 妈的今天狗真多 狗多就咳他吧 春天 踢狗 踢狗 你现在是超级管理班 赔一根 来 他不是狗 他们不是狗 他们不是狗 七哥 他们是畜生 明白吗 老美家的大学生 还有点良心 这帮畜生 还有站在 种族屠杀的角度 我开场了 今天第一句话是啥呀 鬼子进村了 你们没看 义军那帮家伙 各种发布的短视频吧 跟摩拳擦掌 跟当年鬼子进村一样一样 进拉法 我告诉你们 要没有大国 给后边蹬两个 撑着他 不亚于鬼子 南京大屠杀 拉法 境内一百五十万老百姓 如果没有大国 在这主持正义 那帮货 到里边 肆无忌惮地屠杀 我为啥说 你们那狗是畜生的 你们他妈畜生都不如 二十一世纪 他能干出当年鬼子的事 甚至 有过而不及 你看着没有 二十一世纪 现在 互联网这么发达 他能干出事 而且现在 你妈 你们 你们这帮 你还能 他妈站着他角度 我说你们是畜生 你们 你们姓名 啊 我为啥说 鬼子进村了 说白了 他进攻拉法 那么多本性 给他看着呢 必须得搂死 虽然他这个是火坑 但是真不亚 我告诉你 要没人监督 没有联合国 没有咱的大国监督 不亚于当年南京大屠杀 我为啥从来不讲这些事 你就看那些 乙军发的那些视频 我操 我妈气定 去拿大刀 砍死他了 他们拿人不当人 公开的 发布刀 你今天看着我还太可怜了 没招 还是那句话 我跟你说 七哥你说 但是那从 咱们是讲大国博弈 讲大力量 咱们不 这玩意没法弄 还是七哥那句话 咱家老一辈也经历过一两代人 面对鬼子 他们都多少代了 被人就关到囚龙里面六七十年了 他们这代人不反抗咋等 你小乙就得让他发疯 他才能 才能给他定上 种族屠杀的名义 才能把他联合绞杀了 他就得发疯 才能把老美的霸权 干崩塌了 没办法呢 兄弟们 你要是现在大国没人占 加沙呢 没人占哈马斯呢 没人占呢 那美英 以色列三家 在中东 肆意的打 那你谁知道 外边消息 你谁知道啊 他们给网络一切断 你们根本发不出来消息 所有舆论全是昂萨 全是以色列的 那咱这边的中文网络 那直接说 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你没法辩驳都 因为你拿不到别的消息 你看到的消息 都是他们爆出来的 都是犹太他们自己爆出来的 你还是站在那个 恐怖主义的那个 他们是啥呀 他们受殖民地压迫 而且是圈禁 这么多年 他们是抵抗组织 他们是革命 他是访谈 他要建立自己的家园 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而已 最后这么基本的要求 给定上恐怖分子 这你妈逼 这就是昂萨跟犹太干的事 没有咱家这次还是晚 俄罗斯靠俄罗斯 他们也舆论方面也不行 现在只有中文网络跟踢个套 踢个套是他妈世界最大的 现在的舆论网络 那是咱家的 这才打破他们 昂萨跟犹太的话语权的 你现在中文网络 他压不住吧 他管不了 头几年你试试 头几年 我就这么说 七哥在直播间 比如头几年 两年前我直播 就犹太的俩字我提就得被关 由过而不及 感谢感谢 刷刷电 刷一件 这俩字都不能提 明白吗 现在呢 现在呢 你们不明白吗 这就是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 到时候呢 而且犹太做了个民调 西方的个民调吧 我告诉你咋调的 西方的所有民调 就是犹太的舆论媒体 自己编个民调 编完了 一方 美国也是 民调存扯淡 就是我自己想调查什么结果 我自己写上就完了 百分之多少 大部分犹太人认为咱家是敌对国 敌对国 今天爆出来的消息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事实上 按着整不了 要明着了 他这个媒体就直接 民调啊 我跟你 因为他就想要这个敌对国的结果 他直接给党敌对国 看到了是不是 啥玩意谁在乎啊 一个小B仔子 他是被两国方案逼到墙角了 最后他想挣扎一下 还整个敌对国 你妈比你更找死吗 啊 你在东方眼里 你他妈连个蚂蚁都 都不是 你不知道吗 你还整个敌对国 你他妈算个啥呀 你呀 所以说这 干他就对了 干他就对了 驴蠻爾敖嘛 对 而且 蠢蠢蠢蠢 跟蠢驴一样 一样 这所有战略 他们现在玩的 基本上都是 就是你明知道 两强在后边 为了削弱老美 你 你以色列 也不能公开的 跟两强叫板呢 你这不是疯了吗 你个小崽子 你认为你能跟昂萨 五五渣渣 你还敢跟斯拉夫人得赏 你还敢跟中华民族得赏 你不疯了吗 所以说 我没说吗 贪这种小聪明 在这一场巴以冲突当中 七个告你 暴露无遗 感谢老姐 刷得跑车车队 连给多了 对呀 敢跟这么玩就晚 那你不疯了吗 而且俄军人就驻扎在叙利亚 俄军正在清除叙利亚内部势力 接下来就等着你 如果他直接大部队进入拉法 戈兰高地四面开花 离以边境 四面开花 包括胡彩五路 因为啥 这个时候 大家怎么打米都不为过呢 因为你种族图上 要的就是这个 对 得让他疯狂 得先让他疯狂 完了再让他灭亡 现在就是往这条路走 贝斯 诸实正义 对 他就是犯重怒 现在 现在不就是给他吊起来犯重怒吗 他就得往里跳 他没办法 兄弟们 他没办法 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他以前那么大优势 抢了那么多定居点 就是什么定居点 就是抢了那么多地盘 他中毒五四战争 各方面老美的支持下 没人敢挑衅 但为什么偏偏这次 他被哈马斯揍成这笔样 完了还没人站他那边 以前他对加插百姓也是这样的 说啥啥拿不当人的 但这次不一样 他想不明白 好好想去吧 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没办法 一旦平衡了 就是 一旦 在中东 一杀和解 中东大团结之后 咱就不平衡因素 就咱家现在做的全是这个事 就是 老美在欧亚大陆之外 想掌控欧亚大陆 他必须是分而置之 各个击破的 完了你还得让你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他才能发大财 军工体系 但是现在为啥这种战争形态偏 怎么还反噬老美的呢 因为是咱家联合了欧亚大陆 明白了吗 是中东 大家联合了 团结了 干出这个不和解因素 所以说反噬老美 现在的菲律宾就是 亚太这么多国家 东盟这么多国家 大家都联合 只有他 是不 平衡因素 不和解因素 这都是反噬老美 对 东盟九国 联合咱家 基本上都站对了 都明白了吗 现在他就是 干掉不和解因素 就是他 中东 大家团结了 干掉不和解因素 就是他 欧洲接下来也是 小法立棍了 现在 大帝给前面就顶着完事 所以说你这么整 反噬的是老美 老美并不能 坐上观鼓动 因为啥 战争形态背后 有更强大的力量顶着了 老美的代理人 不能搞分而置之 而且在战争形态 还赢不了 感谢老铁刷川远舰 战争形态还赢不了 赢不了就是反噬老美 对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从那几点来看 缅甸那个 查尔其和那句话 没有正式的官方信息 我一律当成假新闻 当成假新闻来看 好吧 嗯 就是不和解因素 就是他 犹太就是中东的不和解因素 因为中东两大阵营 迅尼派跟什叶派 已经和解了 就是齐克那句话 那就是胜利了 你孤立起来 完了又爆出三哥 给以色列提供过武器 这个应该是 昂萨跟犹太媒体 故意的 不管咋说 这个事可能性也大 三哥也是属于啥呢 欧亚当中的不和解因素 他是公开战犹太 他没支持过巴勒斯塔的 到现在 所以说他在南亚 咱一带有一带 在那个大搏局当中 他必须走向那个角落 咱俩都一回事儿 所以说呢 三个 菲律宾 乌克兰 尼斯利 棒子跟鬼子现在在自救 在自救 往前往前 感谢老铁说的 城堡 感谢 感谢 美国登月是假的 这个东西不要管他争的假 我就这么说 是真的 他也够丢人的了 既然是真的 你他妈现在竟然造不出来了 你竟然现在送不上去了 那是假的 那你他妈造假 啊 就是你他真的假的也不重要 你就指着他鼻子说 你是个废炮子 太空竞赛还用说吗 是接下来必然的 产物 老美你现在不用证明他是真假 你现在必须敢在中国之前 再 发上去 上去 上不去 你就废 中国马上就上了 俄罗斯又报出来了 月球 基地这个 与中国在建立 他妈在我那天说2040年 俄罗斯报完说2030年 就要干那个科研基地 干他妈老大了 科家直接给月球住了 所以说太空竞赛这块 老美一直在打马虎眼 明明齐哥说啥意思吗 他没能力上 上不去更晚 他所以说玩战术挑衅 对 他不是安逸 老美的工业体系 就那就怕 就现在老美把那个 资料全给删了 就是种种证明他这玩意 不管咱咱 咱就还是七个人就放 不论他真的假的 你就直接告他 你那玩意假的 老美说炒 害他假的 我他妈全球四亿人直播来看 不是假的 你再给我上一下试试 你要不敢到我中国前面上去 你那玩意肯定是假的 你叫我上去 我管你真的假的 我就说你是假的 对 要不然咱家上去了 上去完了 你看老美没上来过 或者说老美真来过 但是现在为啥来不了呢 完了 老美垮了工业体系垮了 这更代表一个大国 要你妈散架的前兆吗 咱整他都完 他只有一条路 敢在咱家上之前 他上下 才能挽回这一切 说啥都没有用 咱整个都是个玩 对 咱家这次的太空竞赛跟那书美苏冷战书那不一样啊 这次咱家是实打实的 哎呀我上边干基地 咱是真想干事啊 而且干很多事啊 你这时候老美你不跟 你就直接散架得了 你还能干点啥呀 我而且咱家不 我谁要跟你竞赛呢 你的第一大流氓 你还给我装毒呢 我他妈个月球见基地了 你一个人还装装装装麻呢 他他为啥他不接这个话题天天整个 我AI我搞智能 我搞机器人 你搞奶烧的 妈现在自家对接都是鸿蒙系统 苹果连车都没造出来 你还想在AI里运能发达哪些 啊你啥AI不得靠电吗 你不得靠工业体系吗 啊 老美想绕过话题来掩饰自己 掩饰 全是掩饰 不是 这不是你 先真是假的 说老美登月真假的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你能够清风传语 你乐真真你乐假的 你能不能再上一下就完事了 那些都不重要 完了老美 老美彻底完了 这边就这一波里边得被咱家甩飞了 好多领域都一样 都得甩飞的 因为老美现在这个 这财政这个各个方面 这负贷率的高通胀 老美现在所有问题不就是银 美元印发超超印吗 最后 回流了 全世界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踢出美元 金泽国家的所有新闻 全你们围绕着 踢出美元 本币结算 大家都在找出路 没有人对美能有信心 老美自己也没信心 好 感谢西风刷的穿一件 卖衣服不七个 都卖完了 昨天了 你们拍没拍 你拍 所以说呢 直接的 华为又被制裁 哎呀我的妈 七个高领的 那些东西有啥威射力 制裁这个制裁那个呢 老美现在说制裁这个 就在咱家跟俄罗斯合作的企业 他只是说 表现下这个挺牛逼 他制裁那俩字 啥鸡毛制裁不着 跟他没关系 你制裁啥 胡家虎威 他能说的 能遏制你的所有东西 他找了制裁的 为啥等现在 对呀 就是打嘴炮嘛 帝国没落之前都都这样 都这样 各种就是嘴上的 你看我身体不行了 嘴上我得站点优势 就是打嘴炮 就是打嘴炮 老美但凡能用军事解决的问题 不应该用这么浪漫七刀 但是现在老美 整个跟咱家的战略来说 他就是在军事以外的所有手段 但是 不用了 军事牌完全还拿不出来 咱家没退过 在南海 在整个西太平洋 在南海 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对峙 从来没军过来 他军事牌拿不来 其实这个底细都在摸 互相玩的 胆小鬼游戏 为了选举 跟那没关系 对 他现在制裁谁呀 我就跟你说一点 俄乌战争 把美西方的所有制定的 这么多年的框架 是二战后 是冷战后的 所有全干几亏 感谢西风 说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俄罗斯在美西方几十国 史无前例的制裁下 不光活下来了 活的挺好 而且战争 现在最起码是打赢了 乌军肯定是打不过俄军了 是吧 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了 就是没有美元 被美国这么制裁 我依然可以 而且我还能 军事上我还能占优势 就这一下子 把美西方这么多年来 建立了整个基本盘 全部给撼动了 全部给撼动了 这个对美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说呢 那咱家俄罗斯打得越好 咱家越拉别人去美元 用本币结算 大家都乐意 因为啥 在没有美元的 情况下 一样 而且你比 你没有美元体系 它制裁都制裁不了你 七哥整个麦子声音有点小 是不是老爸堵了 我有卖 我用不惯暖 嗯 嗯 活得很好 对呀 你看现在 你现在咱不说这个 就是啥呢 以前美西方把自己包包装的简直是天衣无缝 包装天衣无缝 就各个领域都是他们制定的换权 是不是 规则也都是他们制定的 大家认为 谁也击穿不了美西方 通过俄乌战争之后 完全改变了这个想法 首先美西方并没有他们自己吹的那么强大 他们的经济 包括他们的军事体系 并没有 包括 并没有 不会被击穿 特别是经济 哎 他们所谓的发达 都是表面 是对 第三世界的 掠夺压障 来形成的 所以说呢 美西方给 大家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他们 的精神你们是永远 动不破 所以说通过两墙斗一霸 让世界看到了真相 这是最好的 所以说大家就揭竿而起 这个真相是好的 你以前 包括舆论 包括文化 包括经济 包括军事 你各个领域的专利 技术 科技 全是他们的 像七哥说的 以前我说的 奥斯卡 明星圈的 电影 好莱坞的 诺贝尔 这都是人家的 所有的 联合国也是给人家 所有的 就你是任何一个领域 金字塔那个尖 都在人家那 包括战争权 七哥说啥意思 冷战之后 打仗 只有是美西方 只有人家北约能打仗 你们打不了仗 战争权都没有 因为啥 你一打 他直接给你贴包圈了 他就联合围堵你了 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了 他打仗 他最后把 他灭的国家也好 灭的人也好 全部给 洗成魔鬼 洗成负面 洗成恐怖主义 最后他站在人类的 文明那一队里面 这都是他们多年来玩的 所以说俄乌 极其重要 俄乌打破了这一切 最后他说俄罗斯情侣人 所以说的 来个让老美公其必就 你看现在小乙干的事 比谁不狠呢 感谢孤行健 这回你看到了吧 门西方 是不是双标 所以说俄乌战争 不光是战争形态 消耗战 拉锯战 可以作为 21世纪初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 这个战争形态 第二个 对美西方的影响 洞川霸权的影响 当时契克说过一句话 大地就是攻城锤 他一锤子 敲开了美西方的 城墙 敲了一个大洞 美西方这个洞 再也堵不上了 回头 内塔尼亚湖 狂一下子 砸的洞 比大地还大 在舆论 意识形态方面 彻底 这么多年的威装 全干没了 内塔自主 又雷 雷了一锤子 所以说呢 美西方这个 护城墙 岌岌可危 所以 坍塌 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时间不用长了 不会很长 对 快皮掉了 所以说那七哥说啥 因为啥你正常来说啊 我跟你说 这要不是东方智慧 要不是五千年的文明智慧 你真玩不了他们 为啥咱家发霸权 发了五项霸权 我当时说了咱家必然会反霸权 肯定不能让他们孤立俄罗斯 这是我原话 没想到咱家发了个五项 科技文化舆论 所有的霸权 军事的那个 整完了之后 因为啥太难整了 因为他这个思想刚硬给你定的 定的太难整了 美西方在意 价值观意识形态这方面 造假灌输的东西 你基本上 就成为主流了 全球的主流 你根本没办法 当时我就说了 咱家军事碾压老美 咱家就匡匡给老美一顿揍 那别的霸权 老美的神话依然存在 明白吗 所以说呢 必须让内塔尼亚湖他们作 必须让昂萨跟犹太内斗 必须让他们当着全世界面 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俄乌战争 让他们打成什么 没收个人资产 没收俄罗斯个人资产 这是美西方的自由经济 这么多年来 一直倡导的是啥 感谢那堂家伙刷三天 感谢感谢 畅脑子啥兄弟 啊 自由经济 个人资产神圣不可侵犯 完了他还要扣除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就这几点 就已经他们自己亲手藏私 自己这么多年制定的一个国际规则 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占优势的时候咋玩都行 不但要是想发设法才争议 他就撕破脸了 对喽 在说俄乌战争 包括外交政治方面 不光军事是影响没那么大 俄乌战争内 大地仙主的影响最大的 是让大家看清了世界的真相 光头牌感谢 是让大家看清世界真相 但是 巴以冲突 内塔尼亚胡自己又亲手 葬送了昂萨的犹太多年以来 造假的一切 给葬送了 这一来一回 大家就全看清楚 对 对 就美西方嘛 早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得让他看清 看清了就得靠这个 为啥大地要一直打呢 要把他们内部打崩溃 不一定说打分解 把他们内部打崩溃 把他们内部打崩溃 经济给他打崩了 内部凌云构打砸枪 全部给他搞起来 让他们不能吸血 大地就给乌克兰前面干他们 他们内部就挺不住 对 坠落 上兵伐谋 其次工程 对 感觉乌克兰承受了所有 那咋办呢 乌克兰是活生生给美国当狗的一个例子 干的国破家王 这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自己选的谁也没愿 这就是他们那种的漏洞 不在这儿 他们已经舆论啥被控制 东欧巨变吧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 延续这上事情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看乌克兰这个位置 白鹅眼见是卢卡申科 白鹅也是没问题 他那个位置注定是他 如果他波兰在前面 那一样是他 如果他们几个在前面 也是他们 波罗的海三上 明白吧 谁在前面就是谁 谁在前面就是 还得看地缘 还得看地缘 要不你以为 波兰的二傻子早跳进去了 以前为啥都是波兰的 因为那时候波兰跟他交接 那时候乌克兰是俄罗斯境内 对 这次为啥变成乌克兰 因为波兰成为后方 波兰以前是英国的一个狗 英国在东欧的一个狗 波兰这个位置以前 以前的地图是 乌克兰是白鹅 这不都是沙鹅的吗 波兰以前是啥呢 英国在欧洲安插的一个狗 他是两线 习线 恶性德国 东线 恶性苏联 恶性沙鹅 以前是他 以前是他 这是地缘决定的 明白不 为啥他老被瓜分呢 因为他是英国的狗 现在这一堆都是没英的狗 所以说你必须要看清地缘 就是你们本国是没有选择权 老美说让谁上台就上台 如果没上去 老美给你搞颜色革命 但你得看你统治力 那卢卡申科就没问题 因为他就是 老政客的地方没问题 白俄就没有遭到这么 乌克兰那种现状 那乌克兰那种的 这六个总统你 你随便一把 没有好接触 所以说呢 英国的大陆平衡政策 美英的 英国是欧洲大陆平衡 美国是欧亚大陆平衡 这两货是 一直拽着欧亚大陆 美国是 英国以前强大的什么方 他是通过 哎 谁弱他支持谁 大陆平衡 英国在这儿 英国是欧洲大陆之外的 倒国 美国强了之后 美国是利用英国为踏板 完了给东欧全吸纳过来 完了这边呢 安插个以色列 中东 完了把沙特 吸纳过来 这边呢 安插的鬼子 完了棒棒 这不是欧亚大陆的 一个平衡政策吗 对喽 他是这么玩的 完了中亚这块 他打阿富汗 想给这块彻底切断 咱家与伊朗 整个关系 但是他失败了 嗯 所以说呢 地缘 地缘 二一个你没有强人 他不像咱家 老有强人 从古至今 咱家就不差强人 他们老没 他们没有强人 特别乌克兰 乌克兰之前 这个民族就是列宁给他定的 列宁分了 硬生生分了 他们一百来个民族给俄罗斯 嗯 三百多年跟俄罗斯在一起 压根就没有啥强人 一受忽悠 直接就过去了 但俄罗斯命好 好在哪呢 就是昨天说的 叶利钦把所有都办砸了 但只有最后他选择了大地 就这一个事就成了 要不然俄罗斯就得走乌克兰的后产 那也让咱家去麻烦 咱家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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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散发 咱家说的 咱家去麻烦 咱家做安全 对 咱家进去 咱家去麻烦 咱家去麻烦 两手抓吧 大地牛逼在哪 牛逼就是他不是鹰派 也不是鹅派 他是个中间派 不是 那种贼狠的 也不是贼柔弱的 这种情况下 才能做到今天 因为俄罗斯想恢复苏联不行了 你要继续全面私有化 被美西方渗透 俄罗斯那也就完了 国家被掏空了 最后他整了一个中间环节 就是干掉寡头 但恢复不了苏联的制度 怎么办 恢复不了一盘棋怎么办 感谢我亮哥 说他穿一件 恢复不了怎么办 中间环节 用自己的人 名义上是私企 实际是国企 他是这么搞的 这是最无奈的选择 为啥大地羡慕咱家呢 我们咱家那个十八大师 这报告啥 大地详细看 咱家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呢 因为三个字 一盘棋 一盘棋是最能 对抗美西方那套 美西方资本 对他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不错了 二一个 他都这么大岁数 如果他不给未来 或者是21世纪 他不把俄罗斯留一个地缘环境好的情况下 俄罗斯很可能就被肢解了 所以说他必须要 先捉了 先捉了 实际是无奈 实际上是不自信的表现 先捉了 靠硬碰硬 打出一个地缘 格局来 二一个 他抓住了中美矛盾 不可解的 这个情况下 大的 这中美矛盾是解不开了 这中美两家肯定是 各方面 无私人竞争了 所以说大地 先捉了 他是考虑了大军 对 要不然 不可能的事 中美又没有 没有矛盾 老美又没对咱们气息败坏 没有贸易战 没有2016年南海对峙 这所有东西 大地也许还得忍忍 所以说大地是大略大使 全球的 比美西方那么政客强太多 绑一起都不行他们 所以说他就抓了一个点 咱家不可能看着他败 因为老美现在跟咱家 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那咱家能让他败吗 从地缘角度看 也不可能让他败 因为海上 老美封锁 咱海上 陆地上大地被切割 不完了吗 这些 那 那就不用想 对 因为啥 因为俄乌那边整八年了 乌克兰对乌东四周民兵打击八年了 那帮新纳粹 压宿营那帮处上 破赛八年了 大地才真正开干 那帮新纳粹 大地真能忍呢 没忍 他也不是能忍 我告诉你咋个事 他为啥挺到2020年 这个封数 因为他派兵到叙利亚了 给叙利亚打的 那时候大地就很有底了 他是打的过程当中 发现军事 有问题 回来他军改了 军改了 他在等这一天 正在疫情 等他在等这一天 我看他在等一天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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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看你 这你昨天讲日本没讲过 我不是 我怎么讲日本讲何悔呢 就还是鬼子跟爸爸 这俩这俩民族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基本上在这波博弈当中啊 不会有啥好下场 嗯 并不信任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因为你不管是一带一路 欧亚联合都没有鬼子事 鬼子棒子全得是靠马六甲 我就跟你说一点 鬼子棒子也是没有资源 而且现在技术方面被突破 汽车各方面都不行 制造业体系不行 贪量也是靠这个位置 咱家的一带一路 陆路没有贪量 海上没有贪量 老美要撤出西泰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 那他俩就等于 跟死了一样 从上到下 全咱们咱们的 这块八零后 大地呢 远东 这块黄海 东海 台海 南海 马六甲 马六甲 完了 他就直接就 嗝了 所以说呢 他在这波博弈当中吗 他在这波博弈当中 他肯定也是想做一做 尝试尝试 咱家在南海的政策也分了很多阶段 最早军事力量投射力量没那么强 南海毕竟太大了 你海空力量投射不了 以前你们我记得你们了 听没听过一句话 叫歌智争议 共同开发 近些年你们听过 南海的定调 现在从来没有这字眼 现在从来没有字眼 你们为我 因为啥 航母编队 零五五大区 所有全渴手 投射力量 已经翻了多少翻了 逗你玩你 他妈还信呢 对 后来变成什么 自古以来是咱家的 咋咋的 你说那猴子 越南猴子 越南猴子 你就是大哥这玩意吧 其实你 你能想象到吗 这货其实是 他妈内陆国家 越南好 咱这小线画完了 就贴了他 就怎么 就 咱那路呢 这货是内陆 这货 你这么着笑 你说 感谢尹大统领 刷穿一下 对 你那时候看新闻 就是 歌势争议 共同开放 我们不 首先是 我们从来不参与别国 内任法 所有这套东西 整个小词 整个可猛的 大家 就是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投射力量的 决定的 对 完了 他们还当真事 当真事 你说 所以说 就是每个阶段的战略都不同 你现在攻防 关手 更是不一样 这跟投射力量是 只有这些关系的 以前你东风系列再牛逼 你没有海军 你投射不了那远白费啊 这不给人摆上来吗 是不是 所以说 新加坡 他现在为啥不蹦的了 以前呢 都是蹦的跟这老美的 现在为啥不蹦的呢 怎么 越南猴子 都不蹦 你这003再一下水 还蹦的你奶哨子 还蹦的 我一个编队过去 我就都给你灭了 这东西就这么个事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所有的 南海天天发生这么多事 老美带着菲律宾 给咱这么蹦的 你没看吗 那几个国家 马来西亚外长来了 都直接就说 南海 南海 台海 都咱家 就 就现在他们 就是 随着你的军事实力 各个方面影响力 跟话语权的增长 包括你第一大工业国 而且他们 东盟离不开咱家 你这个时候 他们谁敢占老美啊 都不支持 对 所以说 战略环境 南海 咱家是非常好的 跟以前比老好 以前都蹦出来 都占老美 现在没有 几乎就一个猴子 不是 就一个 费用 不是 不是 以前 大家没给阿三 锁上的时候 没布置完的时候 一直跟他拖着 跟阿三谈 看着没有 印太战略一直拖着他 但前几天突然抱着 藏男的地名 咱家给起完了 而且从来说过 从来没有跟阿三 签过所谓的 边境协议 没有啊 就这话 扔出来 等同于 就是先桌了 就是 三哥 有能力 你继续死 我看 我不给你打出死了 对 感谢法博尔赛 所以说呢 发的跑着 所以说你要 你一定要听话 你要听音 你就明不着 下一步站里 怎么搞 对 所以说 我就等你跳 你跳 我就站着正当性 你跳 这回可不能像 当时那什么加勒万河谷 那拿狼牙棒 捶你了 这回我海陆空 都得投进去 我要磕你了 海陆都投进去 对 你没说错 印度洋 这块 无偿军事援助 这俩地 现在都给免签了 接下来这个地方 租界 99年 停靠港 对 两边来了 两边来 上边 下边 三哥 玩来玩去 给自己玩死 三哥 谁能救得了他吗 你说 印度洋里投射是第一战 你就是印度洋 不能让阿三崛起 海空力量 很简单 咱家的所有投射 没有往太平洋 这边投射 咱家全得是 经过印度洋 海 只要是海陆 就得经过印度洋 你 你 西亚 你非洲 红海 苏伊士 你到地中海 你到马达加斯家 你到好旺角 哪个 他都得是 从这来 对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连接是必然从这投射的 所以说必须遏制 那啥 不可能拿那个 七哥说 不可能 下次再得呢 不可能拿狼牙棒揍你了 七哥大帝会拿下波罗蒂海 才啥 不会 拿下东欧 不是以那个方式拿下 是政治外交领域 让他们亲俄罗斯 而不是亲美 而不是占领 干掉美国势力 最后 是以这个来 势力范围 这就是扩充 对 要不然他们也 没有独立自主 一样呢 对 他是以这个形式走 他是必然的 卫星国 对啊 都是嘛 因为那帮是美狗 给他变成 俄罗斯 这边 慢慢 乌克兰不就是 属于 203年 那个颜色革命 最后2014年 拿下的 克里米亚 不就是这么走的吗 就你站哪个队 站错了 那直接就出事 三哥没别的 就是自信 莫迪在研究大选 六月份定下来 应该是百分之百 他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你 七个月说啥 大选完了 他肯定跳 肯定跳 等着呢 干嘛 基本上 不说完事 公告称 两国方案不可逆 对 这是个定调 两国方案 实际上就是定个调 基本的调 就是 用咱家王外长的话 说啥 两国方案 才是真正保护以色列 就 就是说白 说白了就是 你要没有两国方案基础 你容易被灭了 因为你是受不了长期侨号 这个其实你慢慢慢慢就明白了 那他不信邪 他没法信邪 那就让他来吧 不信邪 最后就信了 感谢 感谢 感谢老姐刷跑车 刷队 选个粽子 我好挑逗 粽子啥玩 现在吃粽子吗 他 我好挑逗 啊 端午节 端午节 那都应用了 那他回长春 他家就是长春的 他家就是长春的 狐狸我们明天应该是得聚一下 来你直播间不来直播间 直播间认识它的只是抖音那边一部分 一般人不认识它 眼神都黏不 那你们拍完拍完七个就下了 一点劲没有 他平时在上海 B站全都认识 狐狸也长 就在我旁边 狐狸我喝 他一喝 他一个不知声 我 我 我 独立认识 我喝多少回了 我还不认识他 苍生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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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虚了 拜拜